五月二十一日十五时四分 进入小满节气 小满为夏季第二个节气 气温如地里的麦子疯狂升高 大麦 东小麦等下属作物 子力也开始渐渐饱满 明燕云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至此时间高温高湿多雨 象征着梅雨季节开始 稻谷也将节时进入了成熟时期 清河入序书无暑 小满先时正有雷 小满是一个充满传统智慧的节气 二十四节气中有小鼠 大鼠 小雪 大雪 小寒 大寒 有小满 却没有大满 上书讲满朝笋 千寿意 实乃天道 这说的就是过犹不及 盛极而衰的道理 因此古人在前面加个小字 也可以看作是 古人在用节气的名称来提示后人 小满或许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小满或许就笑容